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艺复兴开始 政治的公民参政是有背景的 这个背景就是反对封建贵族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些人就是建立了平民议会 然后就把原来的有贵族控制的 有城市大资产阶级控制的 市政委员会给驱逐出去了 这样就使得平民也有参政的机会 但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 在某些城市里 却导致了城市贵族对城邦的控制 像英国历史学家斯金娜 就曾经这么告诉我们 说有一个城邦 它名字叫做维罗纳 在维罗纳这个城市里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蒙特奇 蒙特奇就是莎士比亚 所写的《罗密尔和朱利叶》里面 这个与人骄恶的那个蒙特古家族的一个原型 蒙特奇那位平民根据娇升的贵族呢 这两个贵族呢斗争了二十余年 终于在一二二六年夺取了对该城的控制 有的时候呢就是平民涨了权 也有可能遭遇贵族的复辟 例如呢弗罗纳沙 它有个白衣派 它就在1301年的时候 遭到了由科索道纳蒂领导的贵族的黑衣派 的直接挑战 并且把那个白衣派推翻了 这就导致了一种导致什么呢 世袭家族统治的出现 还有一个地方叫菲拉拉 菲拉拉有个家族叫埃登家族 这个家族设备在一二六十年那一年呢 控制了城市 他把对城市原来控制城市的 那个政权的那个人啊 他把那个城市全夺过来了 那么然后呢 这个家族呢 就是传到了一个叫奥比作的人手里 这个人被称为是菲拉拉 菲拉拉里永久的君主 同样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纳罗纳呢 是通过选举产生了平民会议 产生了一个遗掌 这个遗掌掌的名字叫斯卡拉 斯卡拉的马斯蒂诺 也是利用他的职权呢 建立了一个皇朝 这个马斯蒂诺呢 在一二七七年被谋杀了 后来呢 他的弟弟叫阿尔伯托 立即呢就被立为 维罗纳的君主和领主和总圣的总舵 就是他们总圣制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有些城邦是共和制度 有些城邦甚至是君主制度 但资产阶级掌权却是共同的特征 所以呢那些贵族呢 与传统的封建贵族也是不同的 他们可以被称为叫做城市贵族 城市贵族本质上是些打刷人 大银行家 他们的力量呢 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控制一切 银行家的财产来源很是复杂 他们来源于巨额的收入 那个封建财产 他们来自于是土地 那么银行家的财产 来自于土地矿业的投资 来自于对印度的远征的那样一种投资 最值得注意 他们的钱还是来自于工商业 因为有一个工商业节省的兴起 自13世纪起啊 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城市贤贵集团的中建力量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上层就变成了城市贤贵 好几代他们都是一个城邦里的富人 还有一些人呢没那么富 比如一般的商人 工业资本家 银行家 在他们下面啊 还有一些作坊主 还有一些店主 所以资产阶级也分层次的 上面是显贵家族 然后就是中产阶级一般的资本家 再下面呢就是作坊主 店主 再下面呢就是工人和工资阶层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 那么尽管双人和银行家的兴起呢 容易使他们呢成为城市的贵族 但是他们与民众的矛盾呢 还没有上升到对立的程度 这样呢尽管他们和老百姓 有矛盾的一面 但是又有合作的一面 反寸出当时意大利城邦的 社会结构的真实面貌 那么除了内部的 外部的这些问题呢 意大利各个城邦呢 还要受到外地入侵的威胁 和城邦与城邦之间战争的威胁 那么入侵意大利的外国司令呢 主要就是德国 哈布斯巴皇朝的查理五世 还有就是他的对手法国的国王 叫做法兰西斯一世 那个查理五世呢 是继承了荷兰西班牙西西里 以及意大利南部的 许多地方的统治权 他的那个对意大利管辖的权力呢 是继承得来的 还有那个西西里 运南意大利 当时属于西班牙的 那么后来成为那个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后呢 更通过战争 获得了意大利的米兰公国 所以查理的弟弟菲德兰 后来继承的一块领地是奥地利 他也是用战争和联姻的方法呢 兼兵了波西米亚匈牙利 还有一个外敌呢 就是法国的国王 查理巴士 那个查理巴士呢 他也是坚持认为米兰公国和纳布洛斯皇国呢 属于法国的 不属于西班牙的 他于1494年带兵侵入了意大利 那么哈布斯包皇族和法国君主之间的战争 使欧洲和意大利人民呢 饱受战争之苦 那么如何结束外地入侵 内部分裂 维护意大利的自由 是城市贵族和意大利人民 共同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最为迫切的政治要求 所以我们简单一下 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啊 我们说意大利公民参政的基础是什么呢 一个是市民阶级的力量强大 一个呢有公民参政的传统 还有呢封建制度比较薄弱 市民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 还有新兴资产阶级掌权 还有为了抵御外地入侵 形成了城市贵族和人民之间的 有限的联盟 还有个情况 就意大利的城邦规模不大 经常新的战争和城市管理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需要民众向政府纳税 需要知识精英来当官 参与政府的管理 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 意大利呢就出现了公民参政 这样一种举动 这样呢就发展出比较现代的政治思想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 今天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文艺复兴创立时期的 道德政治论 我们谈两个人 一个是战丁 一个是彼得拉克 所以我们说1300年到1375年 这75年啊 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创立时期 或者被称为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 这个时期怎么回事呢 它是那个社会动荡 深刻地影响了公民阶层的社会稳定 一方面新的发展机会就在眼前 知识分子啊 可以通过训练进入精英圈子 另一方面呢 社会又是变化的 掌权的并不是知识分子 而是城市中的富裕人士 那么除了专业知识和社会增望之外呢 知识精英呢 它在政治和经济上 其实是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 这种背景导致了公民参与政治的两种方式 要么是通过努力 直接进入政府中呢 打论公职 要么就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 文学知识和语言学上的特长 来赚写政治性的专注 通过对统治者的规劝 和对人民的宣传 来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代表人 有的时候是两种方式都用 有的方式只用一种方式 那么在公民的圈子里面啊 知识精英的位置是非常奇特的 他们处在城市贵族和城市平民的中间 上面是城市显贵 下面是老百姓 一方面呢 他们要和城市贵族周旋 他们也要和同样具有公民的身份的 为了仕途的行会首领周旋 他们与那个城市贵族和行会首领相比呢 那些知识精英呢 深深知道自己是属于一个以专业知识 为社会服务的团体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们又是城市平民的领袖 深深感到平民势力的孤单 同时呢 又为城邦内部缺乏凝聚力而担忧 这比知识分子敏锐地感受到 要想成功地维系城邦的独立 要想有效地抵抗外敌的入侵 那么文化落后 并且正在分裂着的城邦 是很难担当这几项重大的任务的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权力争夺 贫富分花 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他们富有远见 真诚地想要为城邦 找到一种长之久安的良方 但是这种超前的报复呢 却无法为同时代人所理解 所以正如英国一个历史学家 叫做Dennis Hai所指出的那样 他说十四世纪 十四世纪意大利文化史上的三位 杰出人物 一个是但丁 比特拉克 还有伯加丘 他们是如何的缺乏基础 因为他们的位置很奇特 一方面上面是城市显贵 一方面是老百姓 但他们自己的基础在哪里呢 除了有专业知识 他们的社会基础非常薄落 我们从他们自己的感受来看 他们也是过得不开心的 你比如说 比特拉克在晚年时候 曾经写过一封信 也就是说1370年11月29号 比特拉克写了一封信 给谁呢 给他一个朋友叫塞里克 在这封信里 比特拉克就表明了 他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他这么说的 他说对我来说啊 我们这一生所处的地方啊 是一片令我们劳累的印度 是危机的训练营 是一座充满错误的迷宫 是江湖骗子们的军队 是令人惊恶的沙漠 那是一片淤泥堆积而成的 沼泽地 一片焦土 一个急驱不平的村子 一座陡峭的山壁 一个黑暗的洞穴 一个群兽纵横的巢穴 一片不毛之地 一块石头地 一块长满了刺的木头 一片毒蛇遍布的草地 一个没有鲜果的花园 一种无止境的忧虑 一条由人的眼泪 地沉的河流 一个痛苦之寒 所以这种情况呢 为此呢 比德拉克感到无法安睡 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 实际的生活比这些还要糟糕 还要腐败 他说我和世上的所有人 都无法形容 但是聪明如你 就是那个朋友 你可以从我简单的勾画之中呢 可以洞察我的内心 所以上述的情况就说明了 但是知识精英们呢 他们在敏锐地关注这个问题 如何能够找到一种 让人们正当地过日子的生活标准 另一方面呢 又能遏制统治者们 对人民的过分的剥夺 那么以便呢 为民众寻找到一条 可以躲避灾难的途径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呢 由于人们主义者呢 他们手中没有实权 也没有经济力量 他们怎么办呢 就是搞文化 那么他们在文化里怎么搞呢 就是通过文化来教育人们 来增进人们的美德 所以我们说呢 文艺复兴创立时期的那种 政治学理论呢 主要是一种道德政治论 那么这个道德政治论呢 它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人呢 就是淡丁 淡丁啊 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他是1265年 生于佛罗伦萨 他死于1321年 他生活的这一段日子呢 正是意大利政治处于风雨缥缈的岁月 因为意大利的北部呢 从名义上是贵神圣罗马帝国所有的 但是德国的皇帝的权威呢 仅仅是名义上的 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德国 所以意大利实际上是十分五裂的 各个城邦呢 独自为政的 那么在淡丁出生的佛罗伦萨呢 这个城邦很重要 那么名义上他也是贵神圣罗马帝国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皇帝强大的时候 他是可以控制住 他在那个意大利的领地的 但德国皇帝 我们也知道 他不是一个权力很大的皇帝 因为德国的皇帝是选举出来的 德国有七大家族 叫称为七个选帝后 由他们来选皇帝的 还有呢 那个意大利的属土的属于皇帝呢 他是通过 那个 通过什么 家族的遗产 遗留下来的 那么等到皇帝比较衰落的时候 他并无力量对意大利进行控制 另一个情况呢 就意大利出了一个教皇 教皇也要渗透 教皇也要驱逐皇帝势力 出意大利 所以在意大利呢 就出现了教皇党 和皇帝党 那么在佛洛伦沙里呢 经常有这种党派之争 代表市民和小贵族的 一个党派呢 叫做贵尔夫党 他和代表封建贵族的吉博林党 展开斗争 那么贵尔夫党呢 主张依靠罗马教皇 来统一意大利 所以在意大利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教皇党 而那个吉博林党呢 则想依靠德国的皇帝 来企图建立其对弗洛伦沙 进而对意大利的统治权位 那么这个斗争的结果呢 最后是教皇党 贵尔夫党 贵尔夫党取胜告结束 那么弹丁呢 就是属于教皇党的 属于贵尔夫党的 那个弹丁的青年时代呢 参加过那个普尼法 青年时代参加过那个教皇党 对那个皇帝党的作战 后来呢 掌握那个佛罗伦沙的教皇党 因为在对待教皇 博尼法是巴士的态度上 出现分歧 结果呢 那个教皇党里面 又分了两派 一派是支持教皇的黑党 还有一派呢 是反对教皇 贪婪腐败的白党 弹丁是白党 结果呢 黑党掌权呢 在1302年掌权 他就把那些反对派 白党的成员 包括弹丁 包括比德纳克的父亲 去除出境 把他们驱逐了 其后呢 弹丁就被驱逐出佛罗伦沙 不得不在各地进行流亡 直到1321年 弹丁是在一个地方 叫做拉文娜的地方了 病死 弹丁是谁呢 弹丁是一位学者 一位诗人 一个政治家 一个平民流亡者 在他身上呢 有了当时各个社会 各个阶层的印痕 作为政治家 弹丁在1300年到1302年之间呢 他参与了弗洛伦沙 共和国的政权 曾经一度出任过 最高的行政长官 就是六名执政官之一 一共有六个执政官 他是弹丁是其中之一 但是弹丁那个参政呢 马上就被粉碎了 他被流放 在遭遇流放后呢 弹丁过的就是 寄人篱下的生活 一共过了19年的 流浪生活 这使他接触了 意大利各地的民众 不仅是弗洛伦沙 还接触了妇女 书店老板 各式一样朋友 伯加就写过一本书 叫《弹丁传》 他说在弹丁逝世的时候啊 那个拉伯纳的民众呢 为他悲痛地哭泣 那么有一个诗人 名字叫做 Giovanni德尔 维吉利尔用诗歌 来征战弹丁 说弹丁啊 得到了所有民众的欢心 天堂和地狱 两个世界 都和弹丁的名声同在 那么弹丁的神曲啊 既可以说是文学的 又可以说是道德的 又可以说是政治的 因为他在 审取这部书里呢 对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 进行了道德的审判 他企图通过地狱 炼狱和天国的阐述 来否定什么呢 来否定 教皇是上帝的代表 这样一共中世纪的神话 他觉得每个人 进不进天堂 路不路地狱 这是他生前 这是和他生前的 所作所为有关的 所以呢 弹丁呢 这部神曲呢 也是一部全能为善的 这样一部作品 他呢 想否定的 就是人类的愚昧 无知犯罪 一切非道德的做法 而他想要提倡的 就是人类的美德 所以弹丁想从那个 用道德 利用道德呢 来建立起一种社会秩序 所以我们把弹丁的思想呢 来说成是一种 道德政治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